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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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說其中一個是以前看到的,現在看不到 那些人說它不見了 那天體有沒有不見了這件事的可能性呢? 你問我覺得其實有的 當然你要看幾大幾小的東西 你說在天文學上有些什麼不見了 可能那顆星本身自己變了質 它可能是超新星爆發 原本很光變得很暗 經歷了一個很強的爆發,然後慢慢變暗 也不是一個很突然的過程 而是一個需時很久的過程 另外一些激烈的事件可能是兩個黑洞對撞 其實最近就算LIGO又找到一個訊號 有兩個黑洞對撞的重力波訊號 這個我也沒有抽出來說 另外還有什麼所謂不見了的現象呢? 譬如很多年前 我們看有一些外星飛過來的瑞星 撞了上去我們的木星 撞了上去沒有了就消失了 這些情況是有發生的 不過就是多數發生在一些比較微細的物件上 你要一塊這麼大的突然之間消失 就很難的 尤其是你如果說整個星球 可能是一個比地球更大多少少的行星去消失 其實這件事都很難發生 我想問一個題外的話就是 如果一個稍微龐大少少的星球消失 它是否連引力本身都會消失 你當它整個物質拆散了 就掉進去另外一塊東西 令到原本的結構沒有了 那它只不過那些物質轉移到另外那裡 其實這裡又可以順便數一個我剛才沒有說的例子 其實我們現在也看到 一些銀河系本身的中心的大型黑洞 怎樣去將整個發光的行星 整個吞噬的過程 我們今年也好像是第一次從望遠鏡看得到的 事實上那些質量就是原本在一個發光的行星 它就因為外面一個更龐大的引力緣故 就瓦解了它 瓦解了 但是物質本身沒有消失 物質就轉移到另一處 它原本的位置上就沒有了物質 原本它自己的引力結構也不存在 是的OK 好了 那個新聞那個內容就是這樣的 它之前是看得到的 現在突然看不到 當然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除了過程之外的原因是怎樣 它現在解不解釋到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現在看起來就很有趣 這是一個哈佛望遠鏡的發現 我們現在去找這些太陽系外 還有一個行星的望遠鏡 譬如最出名的就叫做Clappler Project 一個Clappler的人造衛星 另外哈佛本身也是 接下來有一個叫做James Webb 那一個也是 他們都可以幫我找到很多這些東西 還有我們去追蹤 譬如看這些行星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不只看一次就算 我們需要追蹤一個很長時間 或者拍一張相片去確認它 但是有時候呢 因為追蹤行星有很多幾種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種就是可能是最簡單的 就是你直接看到它 你直接看到一個很光的東西 旁邊有一顆很暗的東西在旁邊 就好像我們看到水星金星一樣 都是圍著太陽轉 這個是我們用比較簡單的儀器 甚至肉眼都看得到的東西來的 但是去到很遠的東西的時候 而且那些行星本身不發光 你就真的需要用到儀器來幫你直接去看 那個靈敏度也很有限 因為始終很遠一點 我們跟這些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那些星系的距離 就比起那些這樣的系外行星之間的距離 就大很多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看不到 所以很多時候也會依賴另一種方法 來去間接地感知它存在 就是我們看看在另外一個太陽系 他們那顆太陽 它的光度會不會有些很奇怪的周期性變化 如果有其他的東西在走過去表面的時候 令到它暗了 而且有一個很定期的pattern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說 那應該是有些東西定期走過去的 那些就只能是它的行星 那從這裡也可以間接地去感知 有另一種行星的存在 那這些不同的方法 令到我們所需要觀測的時間也不同 你如果想就這樣看它 就這樣拍照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真的追蹤一下 又沒有一些周期性運動的時候 你可能要集中看著那顆星 看它的光度 看它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有時候可以說的是 是以上年的時間來去看 所以這次來說 我們之所以能夠發現 很多時候就是我們去隔一個時間 重新做一個複檢 或者追蹤 來去看它有什麼變化 如果我們上次拍了一張照片 我們期待這次再拍的時候 會不會看到它 會不會由左邊移動到右邊 還是移動到哪裡 從而令到我們可以 甚至乎再拍幾次的時候 又會猜到它 整個周期會是怎樣的樣子 但是很有趣的 這次在這張圈的過程中 就找不回 發覺它不見了 這樣就很少見了 接著來就問 為什麼它可以不見了呢 不外乎兩個原因 一是真的有些機制 令到整個蚊子 有人拿走了 這不是說有人 可能是被撞走 或者被撞走 或者被撞走 但是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第一次根本就是看錯了 大家其實在這個報導裡 就是不停地在否釋 究竟是一個什麼原因 是它會消失了 就是這個原因 我首先要理解 這個物體距離我們有多遠 這裏我要解釋數據 我才知道 這裏 初步知道是25個光年 25個光年 如果以宙劇圖來說 不是太遠 很近的 因為最近我們的太陽是4光年 4.3 3.8至4.3 那個叫做 聖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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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還有一些研究結果 關於它 我們沒有拿來講 25個光年算很近 所以它這麼近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有希望可以直接看到這顆星 就不需要透過長期觀察它這個太陽的光度變化 這個方法也可以 但也不是需要這個方法 其實去到 Proxima Centauri 那麼近 我們好像最近的研究程度 看到它那個太陽周圍的一顆行星 上面的大氣成分 我們看得到 嗯 這個也是一個很破天荒的結果 我們一向來講 我們只需要看一下 我們自己的太陽系裡面 上面的行星 或者旁邊的衛星上面的大氣成分 都已經不容易了 光譜儀器需要很靈敏 但是原來我們現在的光譜儀器靈敏度 可以追蹤到 在我們最接近我們的太陽系上面的行星上面的大氣成分 嗯 這個需要的靈敏度很高 如果去到 不是4.3光年 去到25光年 其實我想都 都當不了了 但是現在我們的靈敏度 又提升 就是提升的地步 就是我們能夠直接看到它 看到它周圍會不會有些異常的光點 嗯 那麼在第一次看的時候 這個在25光年以外的銀河系 我們第一次拍的時候 就拍到它的太陽旁邊 有一個光點 就繞著它轉 我們以為就是有一個行星圍遇去的了 嗯 今次看的時候就見不到 就消失了 嗯 那麼現在後來 原來發現又很有趣的 就發覺這個太陽系 它周圍是圍著很多的星雲 嗯 很混沌 很多塵埃在這裡 我們就說塵埃 就以為好像霧霾 就是那些PM2.5的塵埃 其實遠不似的 哈哈哈哈 其實很多時候就等於 你看土星的環裡面 你以為它是一個很平滑的環 一陣煙霧 但是其實你進去 就原來一大堆碎石 那些石還比你的房子 這樣就中環交錯的 很危險的 其實也是在那個25光年以外的 另一個太陽系上面 就其實有很多大小行星不發光 就周圍擺放了 所以他們經常會有些碰撞事件發生 嗯 現在那些天文學家的結論就是 原來我們之前看到那個光點 是剛巧得那麼巧 就是兩個比較大的小行星相撞的結果 就產生了一個的訊號出來 他怎麼看到兩個兩顆行星 就是會撞這個過程 嗯 那這裏來講 就 我暫時 以我僅有的理解到 就是說 他都是模特兒出來的 就是因為他周圍 他不是看到的 就是從那個 是的 因為這些東西是one off的 你是撞完一次 你就沒有了 你沒有得回去到底來看這些東西 嗯 那現在就說 因為看到他周圍有很多這些大小星雲的結構 在那裏 那就由這些結構 大家知道裡面有些什麼 唯一的解釋就是 這裡 可能你偶爾能夠產生到一些光的訊號 就是靠一些可能大型的碰撞才能夠走出來 他撞完之後散了 也有些塵到處飛 就沒有形成一個很穩定的行星的結構 所以之後就找不回了 所以反過來講 就是我們第一次拍到那裏有東西發光 就很幸運 我們拍到一個碰撞事件 但是再後來再看回的時候 那裏也只有一堆塵 什麼都沒有 嗯 所以基本上那裏呢 其實是沒有一個行星在那裏出現 那就是 所以這次值得去報道的地方 就是原來發覺去錯的位 就是原來第一次是一個美麗的誤會來的 就是第一次看錯後 跟著再雙重檢查的時候 發現原來就是兩顆東西撞在一起 那如果從這裏看 就是我們始終都是需要一些很強力的 天文望遠鏡 我們才可以真的可以了解 就是我們那個銀行系發生的事情 是嗎 那絕對是 那現在來講 最靈敏度最高就是那個James Webb 那我們期待就是他可以幫我們 去複製很多以前的結果 那甚至乎就是我們以前 在其他雜數科學生資都有提過 一個很強力的望遠鏡 他不一定就是拿來幫我們探索宇宙最遠的東西 當然他也有獨特的能力 去探索宇宙最遠最邊緣的東西 但是如果拿來看近的東西 看近的東西也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可以看得清楚很多 看到一些我們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那如剛才你提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是一些在我們太陽系以外的 行星的大氣 我們如果說再發展下去 其實我們有沒有更加 強力一點的望遠鏡 可以看一看 第二個在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表面上有些什麼呢 剛才提了Proxima Centauri 那個例子 其實現在是有些在看的 但是這裡順帶一提 又可以提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另外一個 也剛剛這個星期 一個有趣的新發現 就是我們除了看 我們太陽系以外的其他太陽 或者其他行星之外 我們也找到其他行星 它旁邊的月亮 這叫Exo Moon 我們也找到的 另外除了 用回我們自己的太陽系 來做例子 除了有行星、行星、衛星、小行星之外 還有一些叫什麼 哈雷瑞瑞星也是 那些掃把星 有時掃把星會一直圍繞著 某一個太陽去轉 但有時它會自由地 在這些星際上飛來飛去 譬如有些只會來 我們這個太陽系探訪一次的 其實一年都有很多 不過大大小小 有很不同 但是這些由太陽系以外來的 那些瑞星又開啟了另一個題目 就是原來我們現在發覺 我們有更加強的能力 來去看到他們的成份 即是不用它等它下來 直接看都看得到 知道裡面是什麼孔 是的 譬如我們的哈雷瑞星 始終是屬於我們的 因為它圍繞著太陽走 76年一個回合 所以基本上它原始的物質 都基本上跟我們這個太陽系 星雲都是差不多那類東西 它就不是一個能夠攜帶到 外星系的一些東西來的 但是我們都可以趁著它 靠近太陽的時候 量度它的尾巴上面的光譜 我們大概知道上面有什麼 其實我們從瑞星那裡 都大約學到很多 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通常這些瑞星 是很多一氧化碳 很多甲圓 還有很多水 其實其中一個學說就是說 我們地球為何零不零射射給其他的星球 多水 除了因為我們地球的大氣 能夠幫我們儲存的水以外 這些水應該都是 會從其他的東西帶下來的 一个最大的可能是由俘虏了以前的那颗彩星 由它带了很多水来 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可能甚至火星也有出现过 但是火星的水我们以前也有解释过 它就会随年累月就会跑掉 它的带气流不住那些水 所以火星的海洋没有了 地球的海洋还在 结尾想问到你的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从光谱推算到它本身的物质的成分 其实最近的一个发现就是 我们观察某一颗太阳系以外的一个星際彗星去找得到 它就会是 就是发觉它的成分最多是一样化碳 而且也看到就是每个彩星的成分的比例上会有差异的 其实也印证到就是说 那个彩星它起源在不同的星云的时候 它就能够将它自己本身 生它们出来的星云上面的成分 就好像一个博物馆 就像一个博物馆 一个储存盒 把它save下来 就是我们去观察一个彩星的成分 其实是在做一个星层的考古 因为它能够将它本身出生的那个星云上面的成分 就留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能够 就是天真地说 假设有一个在我们太阳系以外的彗星来 而我们有幸有有资料可以确认到它 由哪一个星是飞来的话 由观察它身上的成分 我们基本上知道 它是彗星的成分 也都代表了它原本的星系的成分 那我们就可以不传承一些人 不传承一些东西过去 都知道上面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所有物质都有光谱? 一定是的 就是所有化学物 它本身有个化学结构 它有个化学建的话 一定是有它的光谱在那里 这个对我们研究外太空是相当之有用 我们这里自己结束 下一节再回来 好